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奥特曼即将加入漫威宇宙了 你到底是期待期待还是期待呢 就在11月24日的时候 漫威突然宣布在2020年 在这会儿将与缘故公司展开一段深度合作 到底有多深度呢 那就是奥特曼即将加入漫威宇宙 并且漫威表示奥特曼将以小说还有漫画的形式出现在漫威中 本次合作的作品将在2020年东京动漫展上节目 这次的合作真的是让人猝不激防 此时的漫威粉在尖叫奥特曼粉也在尖叫 而漫威和奥特曼的双粉已经激动的晕过去了 而且啊官方的宣传图都已经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应该是初代奥特曼 而这个画风呢则是很有美满的气息 咱们可以猜测一下剧情了 奥特曼初次登场的时候 是反派还是正派角色呢 以漫威的剧情安排来猜啊 先是让人误会奥特曼是反派最后再澄清他是好人 以漫威的套路也不是不可能的 而宣传画中呢 虽然只出现了初代奥特曼 但是肯定不会出现这么少的奥特曼 奥特曼六兄弟起码得出来吧 新人的赛罗肯定是要抛头露面的 四舍五入 所有奥特曼可能都会出现 就是不知道会是独立的故事 还是会跟奥特曼或者远古的主线剧情有关呢 没准咱们接下来可以看到 复联集体围攻贝利亚 以人巨大化大战麦克斯 灭霸来的光之国打响指 光之国一下子少了一半的妇女老是奥特曼等等剧情 最初的英雄奥特曼 与现在的英雄相遇的故事啊这些 这次合作好个人为 对两家公司都是比较重要的影响 不知道漫威还能不能再次掀起一场奥特曼浪潮呢 奥特曼又要再次崛起了 再结合上次安野秀明攀射奥特曼剧场版 由此可知啊 远古要持续放大招了 奥特曼可能又要成为爆炸性的大热门了 那么奥特曼在漫威中应该叫啥呢 既然他有一个计时器 那么就叫闪灯霞吧 这时啊有的观众就说 漫威来看看中国动画呗 中国有很多的游戏动漫 什么葫芦娃大阵灭霸 孙悟空上天大雷神 也是不错的选择哟 好了现在豪哥也公布本期的猜图单了 小伙伴们你们都猜对了吗 好了喜欢看豪哥讲解动漫视频吧 一定要搜索关注豪哥的优酷号动漫三分钟 咱们下期再见哦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